体育消息来看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 台湾开幕战 下周一开打 中华队遗失到了台北 备战精明两天的官办热身赛 模拟投手秋前滚地球 一垒补位 尼富德自觉做得不到位 主动再来一次 摔了全身都是杀没有关系 因为练习越扎实 越能减少比赛时的失误 身边的队友们也抱持同样态度 六场自办热身赛五胜一合 总教练郭太元说 打击逐渐到位 但先发投手的续航力 有待加强 先发投手可能 如果要先发的话 局数可能比较少一点 所以特别球数还要再增加一下 那后援的部分呢 后援的一些部分 都可以啊 后援应该可以 如何拉长先发投手的局数 是重点 不过这阵子集训下来 陈冠宇和郭俊玲觉得 和三位捕手的搭配没有问题 陈冠宇还变成心灵导师 要郭俊玲别想太多 他就跟我说 其实基本上都是没什么问题啊 可能就是心里面 比较担心 比较多东西这样 那其实到现在就比较正常 因为他给我满多建议 然后正面的东西 所以现在丢起来就比较正常 也不会怕怕的 就是一球一球投吧 也没有去想特别多 说就是这次就是 所谓的王牌 也没有去想这么多 就是帮助球队赢球 这才是我 目前最该做的事情 认真练习 气氛不严肃 学长们念着学弟多加把劲 脸上却带着笑意 现在的中华队 默契配合很OK 至于先发轮值名单 郭总先放在心底 等周五周六两场 官办热身赛之后 就有答案 简小卫神志明新北市报道